在世界運動會開幕表演的青春啦啦隊啊 平均年齡大概超過65歲 跳的是那個美式啦啦隊那個動作很激烈的 那麼有位導演把他拍成了一部紀錄片電影 我相信從這樣的影片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體會在我們的長輩 雖然可能說那個年輕不在 但是青春活力依舊 所以今天我們辦理這樣的勁勞砍模 跟模範長輩的表揚呢 我們特別的要跟大家來推薦 那在這裡呢也特別要肯定的 除了我們這些機構的協助之外 其實去年以來啊 其實從尼龍村處長在任的時候呢 就強調呢 為了配合國家的在地老化社區的照顧 我們在社區放了很多的精力 在尼處長任內 我們社區關牌據點突破100個 在我們李如一堅處長的任內呢 曹縣長的大力支持 去年開始我們有免費公車的搭乘 我想呢 我們眾所眾多 我們的中部的訪問呢 要向大家共同來打招 那在這個今天這個場合 雖然縣長啊 到日本去做考察觀摩 沒有辦法親自來跟每一位長者 致意 致謝 在這裡呢 交代我呢 來向大家表現說 在你麻煩的感謝 也祝祝大家 這個幸福久久 平安快樂 謝謝 感謝 感謝 感谢观看